這個應該是你開頭的 這段影片 你每次去做影片 我發現早兩條影片 太斯文了 那個感覺不適合我 我還是要拍這些 錯口廚房才適合我 你說是不是 沒有一條影片是不說話的 為什麼上條片是 是有一點點 然後回到我整個頻道的第一條影片 那個文青片 但是不適合我的風格 今天之後 謙哥從此收皮 謙哥不用拌了 他做焗豬扒飯 我做焗雞扒飯 那我怎麼做焗雞扒飯呢 首先之前一晚就醃定了這些雞扒 一會兒就炸它 炸完後 炒飯底 鋪在飯上面 然後淋一些番茄汁 加一層芝士的就焗它 焗豬扒飯也是一樣的 不過不用早一晚醃 那我啊 喜歡吃雞 謙哥的那些 就低級 吃豬 先切一些船頭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 按鈕仔切船頭 他們不懂得用刀壓下去 即是你一下 拍開它 那層衣就不想慢慢在這裡撕 有些人是要從底部 慢慢地反出來 那就是 按鈕仔 即是你是不是也要切碎它 你怕什麼弄破它 反而你這樣 吃放一些味道出來 那你的手呢 即是你不用塗香水 你的手就會有那種蒜 我刀工自問不好 那我還是沒有切 切得碎就可以了 切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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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說那天去超市 我打算拿一個白洋蔥 是白洋蔥,即是白色的 然後呢 有個阿伯站在那裡 濕著我站在那裡選擇 白洋蔥 期待了很久 它是要整輛買送車 頂了在那裡很久 那我呀 我免得叫它走開 因為它很老的 因為洋蔥裡面有 十個 你一匹十個 你不能選擇全部都新鮮的 那你一袋拿走 還有洋蔥可以怎樣選擇 都是這樣的 它是固定了 你要去拿就一定要叫它讓開 那我隨便 因為我沒試過用紅洋蔥煮飯 我試一下 是不是 挺過癮的 你繞紅色的 切完洋蔥之後 就用碗裝起它 哈哈哈哈 職人吹水母 各位 大家好 又是星星和大家 職人吹水 好了 今天就裝起洋蔥 就是這樣 蒜頭呢 今天我用兩尺 炒飯底 還有炒醬 這洋蔥 放在一邊備用 好 切一下番茄 一開四機切片 對 對 對 手指切片 對 其實是看國人喜好 這個切得壞了 絕對不關我 到公司 為什麼 你那個石頭也扔下去了 其實 喂 喂 喂 不要突射 喂 現在 炸了雞扒 因為我們傻仔 忘記買油的緣故 我們就是高級一點點 用這個olivor 來炸 這個英國的家 很奇怪 在廚房門後 正火鏡中 來拍出來 煙霧感應器 在廚房門口 在外面 拍上去 所以 煎炸東西 煙一供出來 就響了 你是可以立即感識它的理論上 但是 我這個高度 我說跌不到 所以 我煮飯都開了腸 因為真的響了幾次 上次煎扒又響了 煎扒一定響了 其實這些這麼大油煙的東西 為了安全起見 我不想它響 然後有按 又麻煩 因為它那一刻很吵 嚇到你大尿 那我們 就安全起見 關門 開了窗 等等 那些火 還有麵粉 豆粉 豉油糖 很有鹽 那些垃圾 就是中式醃料 裡面有什麼不說 最主要是好吃 大火煮熱一點 放雞盆下去 熄火 熄火 就炸30秒 然後 開小火 就炸熟裡面的肉 炸熟裡面的肉 可能 其實這個就是剃感覺 我通常炸兩三分鐘 裡面熟了 就開大火 炸脆外皮 這樣翻 這些 懂得煮菜 聽得懂 不懂煮菜 吃背面 小你 好了 食火 數30秒 30秒過了 那就翻它 先轉小火 轉小火 轉小火 沒事沒事 雞飯 真的沒有看過過去了 夠了 那 不對 你叫我啊 差不多就翻它 怎知道裡面是熟了嗎? 就憑感覺而已 這次我選了一些比較薄的雞扒 裡面應該快熟一點 雞肉不熟就很麻煩 翻它 大火煎熟 不,炸熟 很重要在這些字眼上的東西 很小心這些字眼上的東西 看到是微金黃色的 為什麼? 是不是我不懂煮飯? 是 為什麼微金黃色呢? 因為這邊要再翻它 再炸一轉 炸它30秒至1分鐘 最重要是顏色水 因為裡面已經是熟了 我剛剛那些東西完全不熟 不要當真 試當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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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就打定兩隻雞蛋 拿來一陣子抄個飯底 加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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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點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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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很好 如果幾次有斟 那 Sister 為何要滾油? 因為我們要先炒蛋 我喜歡先炒蛋 再炒飯 有些人會放蒜頭和油 和蛋一起炒 有些人會把蛋黃放進飯 然後再用蛋白炒 我喜歡先炒蛋 為何呢?是沒有原因的 廣東話 糟糕 燒熊隻鵝 放油 放蛋 蛋怎樣放呢? 放手放 現在我們不是炒滑蛋 要炒熟 完全熟 要熟之餘 要剁碎 為何呢? 要讓它稍後 融入飯 什麼是融入飯 我都不知道 我純粹是找不到適合的用語 搞定了 這邊的釋放 為何這次的雞扒不同色呢? 要看性格 每塊雞扒 性格都不同 說是次那是快 說是次那是快 現在燒熊隻鵝 然後炒飯 放一點蒜頭 炒香了蒜頭 那怎麼辦? 放飯 繞一繞 放一點蛋 夠不夠嗎? 最主要呢 這個過程是煮香 和炒雲蛋 因為那些飯 冷了過夜 那你就要打散 要粒粒分明 要用夾夜飯炒 炒王 我們要炒它乾身一點 多炒兩東西 待會炒飯 就剪開雞扒 剪開一條條 是不是叫一條條 一塊一塊 剪開 最主要是剪開 或者切開 就鋪在飯上面 然後做蕃茄醬 把飯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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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將來有什麼事 我會說 拿出來 你就想陷害我 倒進去 把飯鋪平 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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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要爆香洋蔥和蒜頭 怎麼不放在一起 因為蒜頭很容易 先打開 炒香洋蔥 再放在蒜頭 最後就放在蕃茄 怎樣知道洋蔥的味道 爆到它變軟了 它變軟了 它變軟了 我的用詞是很像它 我覺得 炒羹蔥之類的飯底是怎樣 差不多了 放些蒜頭進去 繞一繞 繞到差不多 放些番茄進去 繞兩邊 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拔起它備用 你為什麼在口中有油 滾了點油 放小火 放一湯匙麵粉 推開它 推散它 慢慢煮到它 釋出香味 我們放小火去 我們慢慢推到麵拌 有泡色色的香味 我們最緊要推到有香味釋出 當我們推到麵拌有香味釋出 這段時間 我們放香味釋出 不要放香味釋出 不要放香味釋出 放熱水 麵拌有香味釋出 香味釋出後 再放一碗冷水 為什麼放冷水 因為熱水麵拌是不用的 我跟著它說 它是這麼說的 我們放冷水 放冷水後 慢慢推均勻 不要放熱水 放熱水麵拌是不用的 看著它 我會再放熱水麵拌有香味釋出 什麼叫氣杆度 即是那個質感 對嗎 嗯 質感 可以給它 像在這裡 你不要跟我說英文 我們這些做廚房那麼多 好了 下一個時候 蓋上火 放些番茄 洋蔥 拌勻 可以順便壓一點番茄 讓它釋出那個醬汁 茄汁呢 看個人口味吧 我比較喜歡加多一點的 你拌到差不多 就自己試一下味道 這些很根據個人口味 加入一湯匙的糖 加點鹽 我忘記了鹹 茄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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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糕的作用是 加上鮮茄的味道 加上少許食水 吃出香味 醬汁差不多了 那怎樣 淋上去 雞排飯 吃出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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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士來說 我個人會比較西式 我會加兩種 首先 先加這個 一定要重手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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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鱗色 放到死為止 這個時候 拿出PARMESAN 為甚麼 二洞 我們要有洞洞洞的芝士 要去佈滿 我不要看到有洞 不要看到有蕃茄 你血管真的沒有洞 再這樣 焗多久呢 焗到芝士 溶溶的 凍凍的 好 趁這段時間 早點清潔 看熱 看熱 很燙 看熱 9 炒 11 30 1 20